广州是中国的一线城市 位于珠江南岸的海珠区 是广州的几个老区之一 这个老区的江南溪 是一个著名的中高端商圈 商铺林立 人潮汹涌 也是广州文旅消费的标杆区 但是2008年7月26号下午 这里却出现了一幕 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 在江南溪一个住宅区附近 一名环卫工人发现了一个 崭新的带锁的行李箱 被人丢弃在路边 这名环卫工人以为 箱子里面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出于好奇 他废了很大的密气 把锁给砸了 打开了行李箱 结果里面的东西让他差点当场晕倒 在行李箱内 赫然放着一个人残缺的头颅 和几个尸体的残块 这名被吓坏的环卫工人 立马报了警 各位会员 大家好 这里是二爷故事 杀人而且分尸的案件 在刑事案件里面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这种犯罪手段 太残忍 影响往往也非常恶劣 所以一般情况下 这种案子都是刑警 重点关注的 海珠区发现碎尸的消息 当时很快就上报到了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由于广州的外来人口非常多 当时有一千多万 仅仅依靠一颗残缺的头颅和几个尸块 很难在短时期内确定死者的具体身份 为了尽快查清死者身份 广州市刑警支队当天就发出了一份内部协查通报 我当时是在黄浦区刑警 也收到了这份通报 因为我们黄浦区和海珠区并不是挨着的 中间还隔着一个天河区 实际上挺远的 所以我在看到这个杀人碎尸案的协查通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案子居然跟我们黄浦区也有关系 就在海珠区发现尸体残块的第二天 也就是2008年的7月27号下午6点 黄浦区有个环卫工人梁某 他在我们辖区文冲街石化路明珠宾馆路段 清理一个垃圾箱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个垃圾箱里面 有一个捆得很紧的编织袋 非常沉 而且里面散发着奇怪的味道 他也是出于好奇 费力打开了这个编织袋 结果差点没有当场吐出来 在这个编织袋里面 赫然放着人的手脚躯干以及头颅的一部分等等 还混杂着部分的蔬菜 这个大惊失色的梁某立马报了警 我们黄浦行警在接到报案之后 大概十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从现场发现的六个尸体残片来看 有部分的头颅 有手 有脚 还有部分的躯干 总体上是由一块浴巾包裹起来的 但是拼揍起来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尸体 由于我们的侦察员 昨天大部分人都看了海珠区那个碎石案的协查通报 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约而同都想到了 这个尸体残块 会不会跟昨天海珠区发现的那些残块 是同一个人的呢 虽然两个发现尸体的地方相隔了28公里 但是很显然不能排除罪犯两地抛尸的可能 我们立马就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了 市公安局的刑警支队 以及海珠区的刑警大队 通过两个地方发现的尸体进行DNA对比 马上就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尸体确实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而且法医确定这名受害者为中年女性 年纪大概在50岁上下 随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海珠区刑警大队和我们黄浦刑警大队 三方连夜在我们黄浦召开了联合的案情分析会 在这个分析会上 几个法医和痕迹刊验人员 首先提出了四个推论 第一个推论 两个地方的碎尸经过拼接之后 正好可以拼出一个完整的尸体 属于同一个人 没有缺尸也没有多余的尸块 也就是说 没有更多的受害者了 也没有第三个抛尸地了 第二个推论 就是这个死者在50岁左右 女性身高大概是1米55 体型较胖 死亡的时间大概是7月26号的零点 死者的头部有锐气创伤 死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 尸块上有明显的冲洗痕迹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在碎尸之后 对尸体进行了清洗 可能是为了洗掉血迹 第三个推论 就是尸块的断面很平整 可以看到明显的砍痕 是非常典型的锐气砍伤 有可能就是用家用菜刀干的 而且从分尸的创口来看 很多创口 它是多次切割完成的 有几块尸体 它没有完全斩断 还有一些皮肉和金剑是连在一起的 从这个细节就可以推断 这个犯罪嫌疑人 它力量并不是很大 可能还比较柔弱 第四个推论 在黄埔发现的尸块 要明显的多于在海珠发现的尸块 而且海珠发现的那些尸体藏块 它是用崭新的行李箱装起来的 只有需要抛尸 才需要用到行李箱嘛 而我们黄埔发现的这些尸体藏块 它是用普通的编织袋装在一起的 中间还混杂了一些生活的垃圾 所以极有可能黄埔区是疑犯的作案地点 而海珠区是抛尸地点 这四点推论也得到了三方刑警的一致认可 按照这四点推论 我们黄埔区极有可能是案发地 所以按照惯例呢 这个案子最终由我们黄埔刑警 牵头侦破 重弹就落到了我们的身上 这个案子因为是在两个区的繁华闹市里面 发现了尸体藏块 所以很快这个消息就被媒体报道出去了 传遍了广州城 沸沸扬扬 人心惶惶 也不出所料成为了上级的督办案件 对于我们黄埔行警来说 压力三大 那么我们怎么去寻找案件的突破口呢 要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首先得知道受害者是谁 确定他的身份 但是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死者的头颅被分成了两块 而且被砍了很多刀 面目全非 根本就看不出原有的样子了 我们又查阅了最近失踪的人口信息 看看有没有失踪的人口 符合这个受害者的条件 但是查遍了整个广州进来的失踪人口 也没有符合条件的 然后我们找了专业的人员 根据死者的头颅 大概的复原了死者的样貌 制作出了素描头像 在发现尸块的石化路附近 进行了大规模的走法 但是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周边的商铺和住户都表示 没有见过这个人 更不巧的是 黄埔和海珠的两个抛尸地点 都正好是监控盲区 2008年广州虽然治安摄像头 已经遍布全城了 但是很多地方它有死角 那两个抛尸的地点 因为被茂密的榕树给遮挡住了 正好都在监控的盲区 去过广州的观众应该知道 广州全市榕树非常多 独木成林 一棵榕树就可以遮掉一大片地方 我们其实在案发地石化路宾馆的侧面的道路上 提取到一段自然监控录像 就发现在案发时段 是有一个非常可疑的女人经过的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树木的遮挡 只能看出她大概的体型 看不清她的样子 所以没法通过监控去确定谁抛尸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侦察员 在反复查看现场的证悟的时候 他就发现 嫌疑人在黄埔抛尸所用的那个编织袋 它很新 而且袋子下面很隐蔽的地方 还有一个没有撕掉的超市条形码 很有可能 这个嫌疑人是为了装尸体新买的这个编织袋 所以这个条形码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条形码上有超市的名字 好又多 广州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超市 他后来被沃尔玛合并了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案发地附近的 这个好又多超市 逐一的对比这个条形码 看看是哪个超市出售的 功夫不服有心人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出售这个袋子的超市 就在我们辖区文冲街的好又多超市 通过超市的销售记录 查阅这个条形码信息 我们很快就知道 这个袋子它是在7月26号下午 13点40分卖出去的 在查看那个时间商场内的监控录像 果然就有了大收获 超市的监控显示 当时有一个30出头的女人 在7月26号当天的11点50分左右进入了商场 在购买了旅行箱编织袋 两把菜刀还有浴巾等等物品之后 在当天的13点40分左右 结账离开 通过进一步核查 我们确认这个女人当天购买的旅行箱 和海珠器用来装尸体那个旅行箱是同一个型号 大小等等特征也是完全相符的 而他购买的大浴巾和我们黄埔发现包尸体的那个大浴巾 也是一样的 再加上他还购买了菜刀这类的物品 基本就可以断定 这个女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而且这个女人的体型 跟我们之前在治安监控中发现的那个可疑的女性很相似 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 这里是犯罪嫌疑人购买作案工具的文冲好又多超市 而这里是抛尸所在的石化路明珠宾馆的侧路 我们可以看出来两个地方是相距不远的 所以嫌疑人应该对这一带的环境相当熟悉 他生活在这个区域 或者说曾经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我们办案人员就以这个好又多超市为中心 以方圆三公里为半径 展开了细致的搜寻 我们搜寻的地方主要是三公里范围内的小区域 民宅出租屋商铺旅馆等等场所 根据受害者的模拟画像 以及我们在监控中出现的一个女人的大致体态 来进行排查 很快我们通过走访就有居民向我们反映 在文冲街一个叫做科园的小区 有一个住户的情况跟我们摸查的情况很类似 我们一查这个地点 这个科园小区离抛尸现场不到200米 非常符合作案条件 我们马上就赶到这个小区进行秘密调查 群众反映的这个可疑人员 住在这个小区的10号305房 这个房子根据在街道的登记信息 它是个出租屋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房子的房东 根据房东的反馈 之前他这个房子是租给了一个很年轻的女性和他的母亲 还带着一个婴儿 我们把死者和嫌疑人的两张模拟画像给他看 他非常肯定 这就是他的租客 但是很不幸 这个租客前几天不辞而别 联系不散了 房东他也不知道原因 以为他还会回来 所以也没太在意 房子就放在里面 还没去查看过 房东提供的信息 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接着又走访了周边的邻居 其中有个同楼层的住户 他跟我们反映 在7月26号的凌晨 他曾经清晰的听到了 这个房间传出了大豆的声音 随后我们就在房东的配合下 进入了这个房间内进行现场勘察 这个房子305号房 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表面上已经完全看不出什么异样来 但是这个难不倒我们 我们的法医对这个房间进行了 卢米洛测试 所谓的卢米洛测试 是法医检验血迹的一种技术 它是用一种叫做卢米洛的发光的化学剂 因为人体的血液里面 血红蛋白它含有铁元素 即便这个血迹被擦拭过清理过 但是依然会残留微量的铁元素 肉眼是看不到了 但是他碰到这个卢米洛试剂的时候 在紫外线碳道针的这个照射之下 就会产生荧光 那么我们就可以立马断领这个地方 是否曾经有过血迹 法医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DNA的提取 这个卢米洛测试在现代的形式侦查技术中非常重要 这个检测的灵敏度非常高 打个比方 一滴血 哪怕它是混在十万滴水里面 用卢米洛也能检测出来 而且它的时效性特别长 一滴十年前的血 哪怕是干了 痕迹模糊了 也能检测出来 所以这个卢米洛测试 真的是一项伟大的技术 对于侦破一些成年旧案和宜兰案件 非常宽容 我们通过这个卢米洛测试 发现那个房间的墙壁沙发等等多处地方 虽然清洗过了 但是明显有残留的血迹 通过对这些微量血迹的提取和检验 再经过DNA对比 证实这些血迹正是来自瑞士案的受害者 到了这里就基本可以肯定 这间出租屋就是杀人瑞士案的第一现场 而租住在这间屋子里面的丁东华 有重大作案嫌疑 一个年轻的女性 真的会狠心杀害自己的母亲 并且残人的分尸吗 丁东华女当年25岁 湖南省恒东县人 通过查阅她的赞助证的信息 她来广州已经好几年了 一直住在黄埔 但是并没有太多的工作信息 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7月27号的晚上 在黄埔抛尸后的几个小时后 我们查询到的信息显示 她已经购买了一张火车票 逃回了湖南 随后我们黄埔行径 一马就派出了一个追捕小队 奔向湖南的恒东县 7月31号晚上 我们到达恒东县之后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通过查询丁东华的消费记录 和手机信号的定位 发现她藏匿在 恒东县的一个宾馆里面 于是我们就火速地 赶到这个宾馆进行抓捕 但是可惜晚了一步 我们赶到的时候 宾馆里面只有丁东华 不到一岁的女儿 还有她的一个发小李某在 这个李某她是完全不知情的 据她跟我们说 这个丁东华叫她过来 委托她代为照看女儿一天 说自己有事外出 很快就会回来 但是很显然 丁东华撒谎了 她是不会回来的了 她应该已经预感到了危险 只身逃亡了 丁东华她只有一个姐姐 早年自杀了 她的父亲也死得早 母亲现在又没了 她留下的女儿 真的是举目无情的独苗了 所以为了保证 她年幼的女儿有人照顾 我们就说服了她这个发小李某 托付她好好地照顾 这个可怜的小孩 保证这个小孩的安全 另一方面 我们继续对这个丁东华展开追捕 丁东华她也不笨 她应该是懂一些基本的反侦查常识 所以在离开她的家乡之后 她就换掉了手机 那么我们也没法通过手机信号追踪她了 但是疏而不漏 8月1号的晚上 我们发现丁东华的银行卡 在湖南的诸州 有取钱的记录 随后我们就追到了诸州进行布控 但是我们追到诸州的时候 负责监控丁东华信息的同事就告诉我们 她已经离开湖南了 又回到了广东 进入了佛山境内 在佛山的境内 有她银行卡的消费记录 我们来不及休息 又马不停蹄地追到佛山 在丁东华最后留下过痕迹的地方 展开就地的排查 经过一个星期艰苦的努力 我们在佛山南海区一个叫做罗村 沙坑工业区的地方 追踪到了丁东华的信息 当地有个村民给我们反馈 他们村有一个新来的外地租客 和我们提供的照片上的女人非常像 我们根据这个村民提供的地址 进行了秘密的观察 证实这个外来的租客 就是在逃的嫌疑人 丁东华 2008年的8月8号 也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天 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整个中国举国欢腾 但是那天也正好是我们实施抓捕的日子 当天的中午 我们在佛山同行的配合下 在那个出租屋里面 将触步及防的丁东华 抓捕归岸 丁东华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干的事情非常恶劣 罪孽深重 所以他被抓之后没有反抗 很快就一无一时地交代了整个作案的过程 可以说 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人伦悲剧 根据丁东华的交代 他几年前来到广州打工 但是因为没有学历 也没有技术 所以断断续续很不顺利 后来他认识了一个还算有钱的老板 两个人很快就好上了 他就当了这个男人的情妇 没有多久 这个丁东华就怀孕了 而他选择了生下这个小孩 也就是他的女儿 为此呢 这个男人就给他租了个房子 也就是在案发地科员的那间房 同时呢 还定期给他生活费 算是把他给包养起来 丁东华的家里面呢 他只有一个母亲 叫做谭细英 原本在湖南横东县的老家 因为丁东华自己一个人带小孩 太辛苦了 他就把他的母亲谭细英 从湖南接到了广州 和他一起带小孩 但是他们母女的关系一直都很不好 他母亲对他意见很大 说他没有正经工作 未婚生子 还给别人当小三 非常不满 而这个母亲谭细英 他确实也不是一个好母亲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心里很变态的女人 当初我们在湖南他的老家调查的时候 就有很多村民给我们反映 就这个老太太谭细英 她脾气非常糟糕 从小就经常打骂自己的两个女儿 有一次他打骂这个丁东华 居然拿着菜刀追着砍 还有一次他甚至用老鼠药来喂自己的女儿 更过分的是 他的大女儿叫做丁洪华 也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丁东华的姐姐 他曾经住在自己的舅舅家里面 作为母亲的谭细英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居然造谣自己的女儿和舅舅 有不正常的关系 而且还怀孕了 完全是子虚无有的事情 结果就导致这个丁洪华名声尽毁 这个小姑娘实在想不开 为什么母亲要这么对自己 造自己的谣 最后越想越气 愤而自杀 甚至还有村民还跟我们说过 说这个老太太的丈夫 是她的第二任丈夫 在1991年的时候 突然就死亡了 死因不明不白 村里人都认为是她下的毒 当然这个事是没有证据的 也就是这么传出来的 总之然这个老太太 口碑非常的差 人格也非常的扭曲 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给她说一句好话 就这样一个一辈子都很刻薄 也没有得到任何好评的老太太 她从湖南跑到广州为女儿带孩子 那肯定没有好脾气 所以她经常发牢骚 母女两人也经常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加上从小的关系就不怎么样 矛盾日积月累 互相都很难理解 在案发前已经是非常紧张了 7月25号的晚上 丁东华和母亲再次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 吵什么呢 这个谭西音她觉得女儿当小三太亏了 替别人养女儿 就要求丁东华 你再去给那个老板要十万块抚养费 但是这个丁东华并不是很贪婪的那种女人 她觉得这个包养她的老板 给她租房定期还给她生活费 也不算差了 这种情况下还要敲竹杠 又太过分了 所以她不愿意干 这个谭西音一看女儿不听话 一口气就堵在了胸口 到26号凌晨的时候 她越想越气 固态从谋 她就从厨房里面拿一把菜刀 扬言要砍这个丁东华 她还大叫 我杀死你就像杀死一条狗一样 她这句话彻底的激怒了丁东华 本来就鱼露未消的丁东华此刻气血上头 情绪瞬间就失去了控制 她一把夺走母亲手中的菜刀 顺手一刀就砍中了谭西音的颈部 而且正中动脉 谭西音血流喷涌 当场倒地 但是当时并没有死 而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的丁东华 从小累积起来的对母亲的仇恨 完全的爆发出来了 她当时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觉得还不解气 继续挥动手中的菜刀 猛砍母亲谭西音的头部 直到谭西音气绝身亡 第二天中午 回过神来的丁东华 这才考虑到要怎么处理母亲的尸体 她7月26号中午到文冲的好优多超市 购买了旅行箱砍刀以及浴巾等等物品 回到出租屋之后 把母亲的尸体拖到洗手间进行分尸 她用刀砍下了谭西音的头部 左脚右脚右上腿等等 本来她想分得更细一点 但是因为她力量有限 放弃了 这也跟我们之前的分析是差不多的 随后丁东华就把含有躯干的大尸块 用床单包裹起来 放在浴巾里面 塞进了刚刚买来的旅行箱 用锁锁好 把头颅还有其他四块 用一个塑料袋包起来 放置在冰箱里面 把屋子打扫干净之后 她就带着旅行箱叫了一辆出租车 跑到海州区的江南西附近 就把箱子丢在了一个住宅楼底下 然后又搭另外一辆出租车 返回了黄埔 7月27号的下午 丁东华又把藏在冰箱里面的其他四块 连同冰箱里面的蔬菜啊肉之类的 一起装进编制袋 丢弃在了民族宾馆 侧路的一个垃圾箱里面 随后呢 她就带着女儿离开广州 返回湖南横东县老家 开始了逃亡生涯 但终究无人逃脱 这个案子由于证据确凿 没有什么争议 在一个月后 也就是当年的8月18号 就在法院开庭了 法庭上发生了一个插曲 丁东华老家的村民 居然来了一份有集体签名的联名信 帮丁东华求情 这封信里面啊 就隶属了丁东华母亲 过往在老家的种种劣迹 认为丁东华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人 事出有因 请求法庭对丁东华轻判 这个联名信上 还盖有当地村委会的章 丁东华的律师啊 是公派的 也为他做了请求轻判的辩护 律师认为他是激情杀人 而不是预谋杀人 这个过程中 母亲也有重大的过错 罪不致死 而且呢他的女儿还小 如果失去了他 那就真的成了孤儿了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啊 丁东华在法庭上 却要求法庭对自己进行重判 甚至是死刑 他当时哭着说啊 法院判我死都无所谓 但请不要告诉我的女儿 我不想让他知道 他母亲是杀人犯 这个案子的结果 我没有特别追踪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最后丁东华 是被判了死缓 命是保住了 法院呢也确实考虑到了这个案子的特殊情况 死缓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啊 他这种情况复刑20年就有出来的可能了 也就是说啊 他55岁的时候就有机会走出监狱 和自己的女儿团聚 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 16年已经过去了 他应该是快要出狱了 我呢也真心的希望 他能摆脱上一代的悲剧和宿命 做一个真正的好母亲 同时也能拥有一个好女儿 好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会议员节目 咱们下期见